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 又在这个TBC看到大家了 真是太开心了 我先那个自我介绍一下 帮我切一下上游 哎呦把手刀给我自己切 那手刀是切不了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暗星 我是一个B站UP主 我也是个马尼 平时那个主要是 做一些小马相关的一些视频 这是我做过的一些视频 风格比较杂 按理说大家有很多朋友 应该都知道吧 但是为了防止 还有不知道我的朋友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 那个进入正题之前呢 我在这里我先打一个广告 我之前做了一年多的一个互动视频 《换星云之心》 前阵子 前阵子 前阵子终于发布了 我往下 我回去回去回去 啊就到这儿 这个视频是以G4 证据的S612526为背景 然后总长大概约六个小时 有五个正式结局和十一个失败结局 以及一个隐藏结局 目前已经修完了所有的Bug 欢迎大家到B站我的频道里去观看这个互动视频 这里简单宣传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说正式 那么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两个多月以前 在广州的CNBC 举办了2021年的金安心奖的评选仪 金安心奖是我 今天一月份的时候设立的一个奖项 这个奖呢 是一个非正式的奖 每个季度会评选一次 然后选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 被认为是最优秀的 比较优秀的中国的小马同人视频 然后我会对这个视频的创作者 颁发一个奖章证书 还会给一些奖金 另外每年会进行一次年度奖的评选 也就是今天我要颁发的奖项 这次要颁发的这个奖项是2021年的年度安心奖 金安心奖的评奖周期是一个工作年 也就是每年的7月到次年的6月 切一下 切切切多了 对对对 每年7月到次年6月 那今天的颁发的奖就是 也就是上一次的金安心奖 也就是理论上来说是从20年的 20年的7月到21年6月这个周期的奖 那实际上由于爱情奖是今年1月份才设立的 也就是说这一次爱情奖的评奖周期 实际上只有这个半年 那么下一次的金安心奖 也就是21年的 21到22年的这个周期的金安心奖 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 举了一简单的例子 就是从21年7月份到22年6月份 总计是12个月 那这12个月就是2021到2022年度奖的评奖周期 在两个月之前 有8个优秀的作品 决逐2021年的年度金安心奖 那经过当时的公开投票呢 最终有一个获得优胜的作品 是获得557票 得票率达到24.9%的 由知名的小马画师 手术创作者杜冰天逸创作的优质手术 Filling Down 恭喜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部作品 比较适合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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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刺激了 每年的1月 4月 7月 10月 这4个月份的开始的时候 我会收集上一个季度 也就是上3个月里出现的优秀的小马 同仁动画作为不一定的动画 同仁视频作为后选 然后由爱情基金会50人左右的提名者会 进行第一轮投票 从这所有的候选作品中 选出4个比较好的作品 进入第二轮的评选 之后会进行 一个8人的评议者会的第二轮投票 同时也会开放公众投票 公众投票投票结果 就等同于一名评议者的权重 最终结合评议者会 以及公众投票的结果 从4个优秀视频里 选出最终获得延安信奖的作品 从1月份的安信奖开始运行以来 听到刚刚那两张投票上去 再往下一边 再往下一边 就是这里 自从1月份安信奖开始运作以来的 过去了半年 然后在半年里面也评出了两个 已经评出了两个延安信奖的作品 分别是获得21年的春季延安信奖的 Landy Pompeo创作的首书 太阳系Disco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看过这个 另外一个是获得21年夏季延安信奖的 波顿创作的一个 想法保利来福的动画 开关手套 但是这两个奖 目前都是处于上一个 安信奖评奖周期的作品了 也就是不会参与21年到22年 这个周期的 尖安信奖的评选 尖安信奖与安信奖 这四个银安信奖将成为当年 角逐金安信奖的后领作品 只有这四个作品有资格 2021年秋季的银安信奖 银安信奖目前正在评选 公众投票也已经开放了 欢迎大家动录哩哩哩哩 然后在我的动态里面 可以看到投票链接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投票 然后每人可以投两票 但必须是投给不同的作品 投票的结果呢 最终的话 是与一名评议者的权重是相当的 然后与评议者会投票的结果 今天汇总之后 得出本季度的最优胜的一个作品 秋季的银安信奖的创作者 可以获得银安信奖兄章 获奖证书 以及820元人民币的奖金 截止到目前是这个数 今天的颁奖仪式呢 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 今年的TVC举办的不容易 当然我知道跟其他的马展 比起来TVC的成本收益控制 其实一直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前面几年举办的时候都没亏 多少还又能赚一点点 但是今年比较倒霉 今年7月份的时候 本来要举办的时候 突然赶上疫情 又突然爆发 推迟到现在 我们大家也知道 这一下子很多钱就打了水漂 包括 推款啊 推什么的 所以今年来说 TVC就比较困难了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参加马展的 我也不希望TVC今年亏了 然后明天上游就不做了 所以说 为了支持中国的小马 正是文明建设 我决定今年为TVC捐助 五千元人民币 而大家掌声欢迎上游 首先我要先向爱情表达 首先我先给你这个 首先非常感谢爱情能够 支持TVC这么多钱 我们之前因为一起 愿意延期到现在 包括一些退票 以及房间的问题 也造成了非常多的损失 包括像今天 大家也看到了 来的人数没有影响 东西多 所以我们造成了 很多的资金量的缺口 然后也多亏了爱情 用帮助 也让我们展会 到现在能够顺利进行 我相信如果是 我们在继续努力的话 明年的话TVC还会 无期举办的 当然在明天 那下午我们会公布 关于明年TVC 是否能够举办 以及举办日期 和地点的问题 再次讲 大家所有支持 我们TVC 正常举办 以及爱情的捐款 久而是感谢 谢谢大家 我捐你钱 是个让你明年能举办的 结果你倒好 你现在还可以给我来说 还不确定是吗 你明天觉得不知道 你把钱退给我 今天主要内容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大家接下来玩得开心 我这边就没什么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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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